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現場還有另外一個小題目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陸陸續有很多民調的公布 對於民進黨來講 都相對是比較負面的評價 昨天這個CTW叫做 周刊王的中国时报的周刊王 有一个这个专题报导说 导书声浪在起传陈建仁将逐格 防疫2.0内阁还有一黑马忽声高 之前传出来是陈建仁前副总统 和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正在牛棚暖身 一旦蔡英文总统民调制度跌破失诚 就符合民进党更换隔魁的政治逻辑 他也提出说最近几个很重要的民调 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 刘云龙老师的指家兄的美丽岛电子报 六月底相继公布民调 民众针对行政院党苏登昌 及内阁施政的满意度 前者为4.2后者为4成4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 刘云龙之言大势至此 端看民进党政府如何收拾残局 否则2020年大选恐有全军覆没之余 后面这句话讲得很重 有考虑换隔魁在在野党的角度来讲 这件事情你们怎么评论 其实对国民党而言 当然会希望能够换隔魁 因为毕竟 你们准央换 我自我所了解到一些人的想法 但党团有正式的决定 这一档应该从去年就很想换 对他就是因为我谈恨孙登昌嘛 我就是不喜欢他 这样乱讲话骗神的人 我会让他下来 对 就是到底有没有 停序话 对不起对不起 OK好 他是列为我们来营最讨厌的第一名 我就重申一下 对所以希望他下来的声浪 其实一直没有停过 但是我认为他短时间不会下来 而且我认为曾经的人 副总统应该是不会过去接口 就我所认识的绿营的人 好像曾经副总统对于隔魁的东西 好像没有特别的有后续的 这个接下去的做法 那为什么我认为苏珍昌短时间之内 还不会下来 因为还有很重要的东西 刚刚我讲的疫苗嘛 疫苗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国外的疫苗 不管AZ 莫德纳 甚至鸿海还买了BNT 别忘了蔡政府最推的是什么 国产疫苗 不管是高丹还是联谊 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拿到EUA 什么时候能够上市 包括民众施打的状况 跟满意度接受度如何 这接下来对政府也会是个考验 所以你认为国产疫苗 能否如期的让台湾民众施打 是苏贞昌一个很重要的 政治杆档那个资历点 我觉得那会是很重要的 最后他的 我会有个观察稍微跟你不一样 我从另外几个角度观察 事实上苏贞昌宿院厂 对国产疫苗是非常保留的 对他保留 他很保留 你我们甚至做一点小功课 观察苏系的这些委员 老爸 女儿 好几位 事实上对这议题几乎都是 没出声 放好去 我觉得有点反常 OK 不好意思 这是我个人观察 没有 我跟你讲没有错 我跟你讲不是说 苏贞昌个人议员的问题 而是整个国产疫苗 谁最挺他 蔡英文总统 包括他 所以变成是总统交付院长的任务 这等于是一提的 总统不可能下台 如果真的发生问题 最高的行政首长是谁 当然那时候就是苏贞昌 而且我讲一实话 如果国产疫苗真的出状况了 民党的民调一定会再下跌 可是之前我们曾经评估过 就好几位朋友 我们私底下讨论说 如果这个苏院长的内阁 这个隔壁的位置 有异动的可能性的话 是原先预定八月份的公投 但是目前看起来 这个东西是延后了 那您认为提前评估的时间点 就是国产疫苗 我用国产疫苗 现在国产疫苗 老师我现在不知道状况好不好 因为之前有说补件的问题 那又说联亚状况好像没有高端的数字这么漂亮 所以到底能否被授予EUA 这个我觉得会是很大的一个点 我不能说对或错 但是政府不需要扛着 如果你给他EUA了 那接下来施打的状况如何 你必须要相对来概括 不会因为有没有感觉到最近 民进党对于国产疫苗 似乎比较不把它放作一个 Hot Topic不断去讨论 我自己也观察几个民进党 比较重要的舆论机构 我们不要讲网军 他们的舆论机构粉砖等等 在这个议题上也几乎销声匿迹 至少两个月的时间 各位网军大哥大姐们 各位我有在看 已经两个月左右 没拿台湾在退销国产疫苗 以我的高兴来看 我觉得稍微怪怪 这个怪怪不是你自己的判断 我认为有一个中央厨房 释出一个讯号 这个疑问我们真的不要讲 你怎么观察这状况 所以如果这种状况 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当时是超很凶 那个高端出来的时候 不是一直在正反攻击 我会被捶了好多天 当时要不要打国产疫苗 爱卖国之类等等的 然后手臂不是要留给国产疫苗 但这段时间的确比较少提到 我觉得它淡化这个问题 它可能是希望 因为目前毕竟从国外的疫苗来的 数量越来越多了 不管A日或莫德纳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问题对人民而言 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候 它把它淡化完 好处是什么 我讲一句实话 当疫苗变多的时候 我认为民进党的民调 会做一个直写 一定有个直写 那当它直写完之后 不管国产疫苗 连亚可能要到年底 因为它才是二期期中而已 二期都还没有做完 那不管你高端什么时候要出来 像那样疫苗在普遍 民众能够施打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民众的民意会大幅降低 降低完之后 对整个民进党的内部的民调 包括声望 我觉得会再上来一点 所以你认为民进党的 整体政治判断 反而把国产疫苗把它丢开 反而可以让它的民调直写 因为这个国产疫苗的民调 有点像是一个很重的牵球 绑着民进党的腿 一直把它往水底的深处拉下去 当时对民党很多反对的声量 其实就有一个包括就是 国产疫苗为什么要急得上市 民众其实对这有着质疑 为什么你这个EUA才二期 那为什么不做三期等等的 当时我为什么民党会这样做 我个人认为 就是因为毕竟疫苗不足 我们国产的高端给你也买了1000万剂 整个占比是很大的 可是在如今外国疫苗 渐渐都补到基本的缺口的时候 它可以把国产疫苗还是很重要 因为我认为台湾本来就要有自己的疫苗 因为接下来可能每一年都要做 这个习惯性的惯性施打 对 定期施打 对对对 可是这个议题就变得不是那么急迫的型 它可以真的把它往后放到 真的能够到三期 或者等等的各项的试验 更完整之后再出来 这个问题可以从原来炸弹 变成最后它的定心丸 因为国产疫苗只要出来好 对民党当然还是加分 因为它毕竟是执政党 所以反而不必急着 所谓的强摘的水果不甜 压苗助长 反而对民进党的稳健的防疫 长期的布局来讲 反而是一件好事 非常到博弈的观察 这个国产疫苗7月打不了了 高端EUA审查 食药署要他们处赶快补件 恐7月底才会审查 这一拖可能到年底去 但是高端的疫苗 还有联亚的疫苗 我们看联亚生计 来看一下这个施信儒 这前几天有个新闻 林口长庚医院的病毒室主任 施信儒施教授 是很杰出的女性 他说实验设计会影响抗体的效价 但联亚确实偏低 国外研究AZ约600 但是昨天综合抗体效价 联亚生计公布只有102.3 说真的是有一点点偏低 但是施老师也留一个科学家 很中性的角度 所以我常讲不要政治解盲 你让这些好的医生 好的教授 讲公道的科学话 他说这个数字偏低 是 但是这个数字也不代表 未来整体的保护力到底高或低 所以请不要政治解盲 留给科学家 留给时间去解决这问题 我自己的朋友 我自己朋友的学生 在这两家高端跟林口 都有在上班 他们每天在忙什么 我不知道吗 有的人也尊敬 我说杨大哥 杨老师怎么样怎么样 每天都在忙 他们的忙 我这做大哥了 我当然看得到 但是请有心人士 不要政治解盲 你帮了倒忙 不打紧 你害了国家生计产业的生育 那才是一件不可原谅的事情 这个前几天 这个梓家兄 他们有做了一个有关疫苗施打的民调 都没谈跟大家扩开诉报告 有施打预防新冠肺炎疫苗的这个打算 是否会去胃打的6.7还没有打蛋一定要去打的55.5 还没有打蛋一定要去打的55.5 胃打蛋不一定的32.5 这么多 对 所以看起来施打疫苗应该 就是我在讲 我在讲个东西 就是我认为蔡政府有个中西很重要的 他去做 他一定要把外国疫苗 扣掉莫德纳 扣掉mRNA疫苗 包括AZ甚至娇神假设如果周有进来的话 一定要去宣传他的安全性跟他有效性 让民众能够安心去施打 因为之前AZ施打的状况 因为有些长辈发生 AZ都被蓝营黑到一个 我们没有 我们觉得AZ好 赶快出来任养啊 你说应该要赶快宣传他的安全有效性 一直都在这么做 这是谁的黑AZ 不就是蓝营 我们只说AZ的效果差一点 我们绝对没有说他不好 OK 讲清楚啊 对 讲清楚 我们觉得他效果差一点 但是绝对要打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会有很大差 就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回不是莫德纳加一批吗 对不对 台北市分两批拿到 就是6月底拿到一批 刚打完 7月8号拿到第二批 我们第一批拿到的总共是 莫德纳8万7千剂 8万7千剂 然后预约状况怎么样 哇塞 预约98% 98%能预约啊 就表示这个施打率是非常高的 以前AZ的财量 事实上对不同的品牌 有不同的施打意愿就对了 也就是说有剩的疫苗 我给你讲几乎都AZ 莫德纳几乎被打光 大家对莫德纳非常有信心 包括之后的BNT 我相信一定也很有信心 可是老实说 以目前的状况 因为鸿海跟台积电影说 那个BNT什么时候进得来 其实还不是很确定 你可能要比较后面 天机不可泄露 对不晓得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来 目前台湾的 大概最多就是AZ 那莫德纳的量 就算全部进来好 也就是250万加上505万 但是500多万 可能也不会那么快进来 所以也就是说这段时间 如果莫德纳一打完之后 那接下来能够打了什么 包括日本送给我们 还就是AZ 那AZ相对来讲 可能要尽速把年龄降低 因为对年轻人而言 其实比较不在乎 他觉得都可以去打 他也觉得很有信心 今天已经开放预约到50万 几岁 那是某些县市 可以了 那是外县市 那是澎湖 对不对 外岛 外岛 外岛些事情 可是本岛的人 本岛的人已经可以先去预约了 然后他会收单 收单之后 1922会通知你什么时候 可以去指定的地方施打 我也应该去预约一下 这个我觉得年龄尽快下降下来了 因为让更多年轻人勇于去施打 千万不要让疫苗过期 这是最糟糕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白白的过期 真的是不能原意量的 所以尽快的把年龄尘降低 然后让某些可能年轻的族群 愿意去做施打 那我觉得对于整个 国家的这个平均的施打率 防护率上升 我觉得是好事情 而且这个因为陈时中有在讲 就是说 没有道理把疫苗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唐鳳 赶快今天出来开记者会说 那个预约的系统已经上线 然后外岛先试行 因为他有讲说 要开始办这件事情 有几个条件 然后所以外岛先达到这个条件了 所以他们先做 那可是本岛的部分 已经可以去填预约单 然后他们收单同诊之后 就会通知你说 你大概什么时候 而且他那个预约单当中 你还可以填你想打疫苗的品牌 你可以选疫苗 那目前当然是两种 接下来随着疫苗的数量越来越多 然后品牌我相信也会越来越多 接下来7月底8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量上面应该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品牌的点向上 第二个层次是刚刚谈到那个中石 周刊王 对就是我看到总统府今天也有回应 OK来请说 那回应当然是否认嘛 那可是就我的灵敏的嗅觉 我是真的没有听说在现在会有什么样子跟动 做内阁的异动的一些讯息 是然后至于说会不会用国产疫苗这件事情 当做一个判准的指标 我不会觉得事情会有这么单纯化 还得要看说整体而言 处理国阵的支持程度 处理国阵的支持程度 不会是只有单一一个事件 国产疫苗 甚至有可能当然会包括公投的结果等等 这些综合的判断 然后我觉得才会做出整体的考虑 所以现在真的我没有听闻说又要换 又在做内阁调整的讯息 因为内阁改组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为什么记者都超喜欢 我以前在跑新闻的时候也是啊 我内阁改组啊 人事新闻百分之政治新闻的重中之重啊 对对对对对 谁跑到我开玩笑 那个身价力 哦权威之坏 所以你看从去年一整年 尽管那个苏贞昌的民调 都仍然是处在一个高点的状态 但是仍然时不时就会传出说 要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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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被讨论说 可能今天人选已经一头拉枯了啊 从什么苏家权啊 什么一大堆陈建人 然后现在连顾立雄都出来 那坦白说 我我觉得陈建人 感觉上他的政治的能的那个 就不是那么政治人物型的人 那顾立雄你会觉得 看张不够 对对对 好像当过的职位不是 对不够了 压不住压不住 可能是储备人选的好人选啊 那你说这些被点名的 我都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OK就算有所谓内阁异动的调整 目前台面上的顾主委 顾秘书长跟这个陈前副总统 可能都在 不问那不是我阻隔啦 在这个充足性上 还有一点点相对的弱势 那看一下这相关的民调 79.7%的时候 我只选国外疫苗 这是这个芷家兄所做的民调 所以多数的国人 可能还是想要施打所谓国外疫苗 这绝对不是不爱国 他希望打说有全世界安全认证的 合法有效 而且同行世界的疫苗 这部分也请中央政府 来多做一些相关的理解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有那么多的 能源 你也想要看 这个人 这边的认识 必会是有很多 的 就是 可以 感谢观看